开学早餐大搜罗 家长不用烦心啊 我能看到就至少有四层 口感还蛮清爽的 乙子薄 轻子冻 哪个还有嘴 老香啊 寻常早点吃腻了 不如给学生党换点新花样 这家是我吃过最正宗的餐饭 更有护上名厨 教大家如何制作 快手营养早餐 你这桌里面 就能把这道菜都给完成了 它青萝卜能够挣备了个腊肠 开洋能够做啥菜 小子长是邦丁森娃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妍 今天呢就要开学了 肯定啊有很多家长 悠悠为了乌里山小祖宗 操心就过日期了 尤其是孩子们的饮食问题 绝对是非常注重的一块 就拿我们今天的主题 早餐来说 学生朋友们的早餐呢 可能就更加讲究 营养以及健康了 最好呢还要方便快捷 省时间一点 因为毕竟早上嘛 总归想登了早上 想动啊 谢谢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啊 不光会给大家推荐几家 适合学生朋友们去的早餐店 还会请到大厨来教大家做几道 快手早点 上海内内的早餐 怎么能没有葱油饼呢 这家牧师葱油饼店 已经在这条路上开了二十多年 特别是他们家的葱油饼 是用生煎锅煎出来的 而且不需要烘烤 就可以直接售卖 很多老客人说 这样的做法同样也很好吃 从外形上就能看得出 改良葱油饼会更蓬松 中间充满空气感 外皮酥脆 看得见 如今店里继承手艺的是 老板娘的弟弟 据他说 要做出这样松脆的口感 从前期的面团制作工艺 就得与众不同了 这是猪油 那你们家的油酥呢 我没看到油酥嘛 我们不需要油酥的 我们这个做法是不一样的 那你如果没有油酥 它怎么保证它起那个蓬松感 都知道油酥是用来起酥的 但是加入后 会让饼皮吃起来稍显油腻 所以牧老板改良出了 不加油酥 但饼皮依旧酥脆的做法 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步 就是要卷起来 要它有层次感 你卷完其实也没有几层 就三层啊 因为我待会儿还有一个步骤 又是你姐夫想出来的 对 这个你麻花 其实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一种手艺 本来有四层左右 然后我这又拧了四层 先卷后拧 师傅通过像这样的方式 可以把面团层酥做到十几层 擀的时候螺旋的一面朝下 受热后内部层次才能蓬松开来 下入油锅五六分钟后 面饼膨胀到原来的两倍大 就可以出锅了 早餐不想吃得太油腻 不如来试试这款改良版的葱油饼吧 哦 好酥 你们听到那个特别脆的声音 一层一层 你直接可以打开的 你看 非常多层在里面 我肉眼数一下 一二三四 我能看到就至少有四层 口感还蛮清爽的 牧师典型店 推荐早点改良版葱油饼 营业时间早上六点至晚上七点 开学早餐来苏州福东新 吃一碗小馄饨吧 我们今天吃的小馄饨可不一样哦 这碗泡泡小馄饨 可是苏州民间的特色小吃 苏州人吃馄饨素来有大馄饨吃馅 小馄饨吃皮的说法 所以泡泡小馄饨更是以皮薄煮成 煮熟后像一个个小泡泡 漂浮在汤面上因此得名 要让每个小馄饨都饱满的浮在汤上 就要用到超薄的馄饨皮 20张普通小馄饨的馄饨皮 大概是4厘米了 但是这个泡泡小馄饨的馄饨皮 就只要1.5厘米 这样算下来20张的话 每张大概在0.6 0.7毫米 那么薄的馄饨皮 在外面可是很难买到的 得靠手工 切了一个小方块之后自己压的 右手按过按得差不多到 一张纸差不多的 除了皮薄小馄饨的包法也是决定能不能浮起来的关键一步 泡泡小馄饨的馅是点在馄饨皮的边缘 捏的时候只捏馄饨底端 煮的时候不仅汤汁可以流入小馄饨里 而且还会像泡泡一样鼓起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泡泡小馄饨的汤头 看到这个褐色的布袋了吗 里面装的就是汤头的精髓 鲜鱼骨和螺丝 每天都要熬制七八个小时 才能保证汤头的味道清淡 却不失鲜味 我本来以为这个泡泡小馄饨里面觉得剥空气 但是没想到它里面是一包汤 这就是典型地道的姑酥小吃 苏州福东新推荐早点泡泡小馄饨 营业时间六点半到晚上七点半 下面这一家凯丽阳春面已经开了三十二年了 为了让食客们吃得新鲜呢 老板娘都是每天早晨坚持去买菜和炒焦头的 特别推荐他们家的一碗肉丝菜汤阳春面 因为口味比较清淡 然后荤素搭配结合得很好 特别适合孩子们早晨来一碗 还有这一家阿建豆浆油条店 这豆浆油条嘛本来就是很多人喜欢的 但今天啊我们要推荐的是他们家的米饭饼 选用的是鲜米和酒酿做成的米饭饼 口感呢是香甜软糯 特别适合孩子们 赶紧带着孩子们去尝一尝吧 开学早餐也可以很精致 南之园蟹黄汤包 晋江蟹黄汤包 以其数百年的悠久历史闻名祥尔 而这家南之园隶属南园宾馆 在当地也是以蟹黄汤包出名 由晋江蟹黄汤包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国家特级点心师陶晋良领头 现在你不用驱车二百公里去晋江 也可以吃到大师的顶级美味 这个太鲜了吧 而且你在里面是可以看到 那个蟹黄和蟹粉的 太鲜了 太鲜了 这个蟹黄汤包就已经足够吸引我的眼球了 但我听说他们家还出了一个新品 据说是抢了它的风头 而且这个新品呢 非常适合早餐 也很实惠哦 如果说一开始吸引到食客们的 是蟹油的新鲜感 那留住他们不断回购的 还得回到菜包本身 扎实的用料和口味上 雷格 你们看一下这个馅料 看到了没有 我们也买来不同的菜包做对比 明显南枝园的内馅更加丰富 也更新鲜 这个菜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鲜 口感上面真的有点脆脆的感觉 我们是找了一个蔬菜生产基地 专门给我供应这种菜 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们这个蔬菜不能选用的是大棠菜 必须得大田种出来的菜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这蟹油上 都是每天现熬蟹用 熬制蟹油的蟹肉 也是每天早晨从浸浆发过来的 大厨 你这个蟹油的出生率是多少 我们是一斤蟹粉和三斤油 我来帮大家算一算 那你这个蟹粉的话成本加带是多少 蟹粉我们从今天拿过来是150亿斤 150亿斤 也就是说一斤蟹油都要50块钱了 对 要帮它50块钱 那你一斤蟹油可以包多少包子 一斤蟹油只能包30个包子吧 大家算一下 一个包子光蟹油都要一块钱了 对啊 因为馅料压得很实 整颗包子的克重要达到105颗以上 大家还贴心地推出了半成品包子 家长们也可以买一些半成品回去 早上花个几分钟蒸一下 就可以搞定了哦 男之缘蟹黄汤包 推荐早点蟹油菜包 营业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8点 如果说前面的早点类型 大家已经吃腻了 那么不妨带着孩子吃个广式早点 幻幻花样 而这家三哥广东长粉王 可是许多老广东都十分认可的 开了到现在就要十几年了嘛 我们就吃了十四几年了 这一家是我吃过最珍重的长粉 我刚才往下来 我发现街坊邻居都很喜欢你们这家店哦 对 是 街坊邻居很喜欢 但是也不止街坊邻居 还有很多外的顾客 外面的顾客也过来吃 我们那个外卖平台也做着特别好 然后每天最高峰的时候是398单 那他们家这个外卖做得很好 因为以往有些店家可能是一个月就几百单 你们家一天就可以做到三百多单 我看到这边是这个三哥广东长粉王 您应该不是三哥吧 三哥当然不是这位阿姨了 拍摄当天三哥不在店里 三哥呢是这里的老板 以前在广东茶餐厅工作过好几年 后来将当时茶餐厅卖的最好的包仔饭和肠粉 带到了上海 很好吃啊这个肠粉 这个肠子啊是非常非常有韧性的 而且QQ弹弹的 阿姨 你们做这个肠子应该是很有讲究吧 特别是在这个粉皮上面 对 我们用的粘米粉都是泰国进口的三项排的 三项排粘米粉在泰国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用泰国优质大米研磨而成 而这种粘米粉做出来的肠粉皮 透薄且韧性十足 看阿姨行与云流水的操作 大家一定觉得做肠粉很简单吧 但是想要将馅料全部包裹进去 不能让如此薄的肠粉皮破损 可是很考验技术的哦 她家肠粉一共有16种口味 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 而且性价比都是极高的哦 这碗肠粉真的是用料十足 来给大家看一下哦 你看哦 整块的牛肉 然后整个虾仁在里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肠粉你猜要多少钱 只要20块 而且是他们家最贵的 对 我们这个肠粉的食材 都是每天早上自己到菜市场去买的 然后切好弄好 自己腌制好的 就那个牛肉为什么要切大块呢 因为要切大块让食客放心 直到我们真材实料 三哥广东肠粉王 推荐早点三哥金奖肠粉 营业时间早上六点到凌晨十二点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早餐啊 可以说是更加的便捷咯 老大昌 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西饼屋之一呢 最近也推出了新品啊 叫做软欧面包 这一款面包特别在哪呢 它主打的是健康低油低糖的面包 在传统的配方上啊 基本上减掉了一半的油和一半的糖 在常温下呢 基本上可以保存三天 早上啊 带着一个小面包出门 可以说是省事又方便 如果说起美心点心店 他们家的鲜肉汤圆呢 可以说是获奖无数 一天啊 就可以卖出一千五百多盒 但你知道吗 其实在他们家啊 也是有半成品的汤圆可以买的 所以呢 你去的时候啊 多带几盒回家 放进冰箱里 早晨如果想吃的话呢 花个几分钟 煮一煮鲜肉汤圆 一碗热气汤汤的早餐 就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好品质的 还有我们的阿易海参 想要买到一级深海蛋干海参 请认准阿易品牌 看看他给我们会做什么好吃的呢 来啦 三娘 哈喽哈喽 哥小青 戴着口罩 大家可能没认出来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 其实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啦 徐明安大厨 而熟悉徐大厨的观众一定知道 他不仅烧的一手正宗本帮菜 同时也喜欢搞点小发明 弄点新创意 今天我要教你做一道 上海人平常早点都爱吃的 难道是四大金刚 不 菜粥就菜粥 菜粥 你觉得菜粥 讲真的大厨 菜粥有点平平无奇 但是我今天要做这个菜粥 你一会儿跟我看一下 这含金量就不同了 还有含金量不一样的菜粥吗 你要知道熬一个粥的话 最少需要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要的 对吧 熬得不好还会粘锅 那我今天呢 用隔夜的剩米饭 做一道快手的菜粥 五分钟里面就能把这道菜粥给完成了 开学前的早餐宝典 五分钟就能光速搞定的上海菜粥 菜粥不比菜泡饭 五分钟烫熟就糊弄过去了 要想做出绵密浓厚的粥容 需要用生米起码滚上个把小时 想用原本五分钟做菜泡饭的时间 达到做菜粥的效果 那就只能用技术来弥补了 第一步 用料理机打制米糊 首先将煮好的米饭和水 以一比一的比例 加入料理机中 大概是一半一半是吧 一半一半 如果你打得少的话 它就稀了 就结不成那个有那个宁静 启动料理机打碎米粒 接着无需热锅 直接将打好的米糊倒入锅中 记得要不时搅动一下 加速淀粉的溶解 同时防止米糊粘顶 随着温度的渐渐升高 就可以看到米糊变得越发的浓 浓稠 你看啊 家里面每天都会有的米饭 其实也能玩出很多花样来的 对对对 而且我选的菜都不一样 我选的是芹菜跟那个番茄 一个芹菜它是能够通素变 番茄能够补充一天所需要的 那些维生素C啊 包括它里面有茄红素啊 之类的 等到表面沸腾 就可以加入事先准备好的蔬菜 小火继续慢煮 谁能想到一碗菜粥 都能听得我口水直流 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吸饱米汁的米碎 晶莹剔透 让每一粒米碎 都充分地粘在了一起 有了这份五分钟快手菜粥 早上可是能省去不少时间哦 关注陶在上海微信公众号 这款改良版上海菜粥的详细步骤 我们都会打包整理好 推送给各位哦 哈喽大厨 我来了我来了 杨骏 绿阳村淮阳菜第三代传人 刚刚徐大厨教了大家制作菜粥 那么接下来杨大厨教大家的 可是过周的好搭档 开学前的早餐宝典 腊肉青萝卜丝饼 原材料如像 第一步我们先处理食材 话说启发大厨这样做的灵感 竟然是 那个广东的萝卜糕 你先用它这个叫萝卜啊 蓝牛啊 那么阿拉奥里整化一个香 让嘛一杯永远吃辣豆来 等于吃萝卜 它有种那个四五味对吧 对对对 可能四五味要到那边呢 那么阿拉西用的一般一年年 苦涩的那个汁水 是年一化汤的 萝卜切丝后放入盐腌制 等到出水就可以拿出备用了 接着我们将腊肠 酱油肉都切成丝状 随后开始炒配料 干 应该有一条根 好 来了 酥油的牛八斤起 菜也差不多了啊 肉已经该有透明的 都变成透明的了 像像像像 正好给我们的油呢 把萝卜吃起来正好 来了啊 哦 让它可以成形的啦 对对对 四条根 那个厨薄呢 都干得要紧了对吧 嗯 厨薄像呢 这个厨薄丝呢 是少干得 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煎萝卜丝饼了 油不用太多 倒入两三勺即可 好了 要那个 这 这 八刷匀呢 哦 八刷匀 小圆形 小圆形 你这个圆得很随意啊 随意是吧 给我比个爱心可以吧 好 试试看啊 那两头摸进去 这不是爱心的 这里有新的吗 有尖尖头的吗 全凭想像 这全凭想像 嗯 真是难为杨大厨了 算了 我们还是好好摊一个饼吧 等到两面煎至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辣味 青萝卜丝饼 已经完成了 谁能帮我配了个 辣椒油 辣椒油 像猪猪猪 你还吃饭了 这三个东西 有这么日子 配辣椒油 吃这个 有道理啊 以前我们可能还是炒的比较多 对对对 今天拿来摊成一个饼 既有小时候那种 萝卜丝饼的怀旧感 同时又有创新在里面啊 杨大厨在这里提醒各位 在制作的时候 别忘记把萝卜丝 拿盐腌制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它的苦涩味啊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到这里 大家也都来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了 我是王烟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这么大脆的面包 放到哪里找的啊 这个呢 只有晚市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附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不就不能吃 或按正宗 这是上档式的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